在想我們這次就是要五次 所以 第五章一次 第六章分兩次 然後第七章分兩次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差不多 五次 現在速度稍微快一點 六點一定結束 第六章 六章的一節到十一節 主要是在講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那有一節我們可以討論 就是主耶穌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這一句話什麼意思 這是六章的第五節 我想這個跟我們要看其他的四福音 我們領会的人麻煩要查考其他的四福音 主耶穌有說安息日不是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跟這個有關係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就是這一天的主人 就是主耶穌 所以安息日不是要捆綁人的 變成人是被捆綁的 安息日是為著人設立的 要讓人得益處的 所以這一句話我們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那法利賽人的看法有什麼錯誤 就是從這個 第七節一直到 第九節 這個第七節到第九節 主要是在 主耶穌是要辯駁的一點 就是法利賽人 他們當中 有的在安息日 這個牛吊在坑子裡面去 他也要把他拉上來 因為對裡面 這個牛是自己的財產 那主耶穌在安息日 醫病 這應該是可以的 這是善事 所以六節到十一節 是對安息日所做的事情 一個新的定義 主耶穌這個是新酒 但是文士法利賽人 是舊皮帶 所以這個新酒做的舊皮帶 就受不了了 所以十一節 他們就滿心憤怒 商議要怎樣處置耶穌 怎樣把耶穌除掉 這是從安息日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現在跟外教會談道理 我們真耶穌教會的五大教育 最難談的一點是安息日 我們如果有跟外教會談過的 最難談的五大教育是安息日 因為大家都說這一天已經過去了 那我們在談到這個安息日 大家也可以討論一下 怎麼樣在主的恩典下 來遵守安息日 實際可行的辦法是什麼 我們上一次的這個學生靈恩會 也有在討論這個題目 但是安息日 聖經以撒亞書58章就是講說 不辦私事 不做私 不隨私意 不說私話 因為這一天是聖的 就是歸屬於神的 所以我在想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我們在安息日 不追求世界的娛樂 然後不追求世界的錢財 這是我們安息日很重要的一點 那這樣連帶來講 就是從禮拜五晚上太陽下山開始 我最好家裡面不要看電視 因為這個電視就是世界的娛樂 你看那個猶太人 猶太人講得很清楚 如果聽猶太人電台 今天6點59分進入安息 禮拜五 可能下個禮拜他就會講 今天6點57分進入安息 一分一秒都不差的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真的是進入安息 安息就在主裡面 我們應該在安息日 禮拜五晚上不要看錄影帶 不要看電視 今天是進入安息 一直到禮拜六太陽下山 這是我們在主裡面 分別為聖的一種方法 在安息日分別為聖 我們現在進入六章的十二節到十九節 這個六章的十二節到十九節 就是在描寫主耶穌拣选十二個門徒 我們先來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主耶穌要整夜禱告 然後才拣选門徒 為什麼主耶穌整夜禱告才拣选門徒 為什麼主耶穌整夜禱告才拣选門徒 這件事很重要 對 他是主耶穌工作的繼承人 所以主耶穌知道他工作很短 結束了 馬上這一群人要繼承他 那這個工作又很重要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他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那在《使徒行傳》裡面 我們看那個 他們在拣选一個人要代替尤大 到最後他沒有辦法決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外在的條件都列出來了 但是到最後有一件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決定的是什麼 心 是心 第一章 《使徒行傳》第一章的二十五節 眾人就禱告說 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 所以這兩個外在條件都有 那到底裡面的心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他們就要禱告 因此主耶穌在拣选這十二個門徒 要整夜禱告 因為這太重要了 只有神知道他們的心 所以他禱告完才開始拣选 我們在九月會選負責任 我們知道大家都很勞累 我想也有很多人真的不願意擔這個責任 但是教會裡面除非有人願意做牛做馬 不然聖功是很難進步的 所以我們要為著這件事情禱告 求主耶穌能夠拣选 他所合適的工人 那被主所拣选到的人 應該要有愛主的心 犧牲一點 來為教會服侍 所以主耶穌上山整夜禱告到天亮 那現在接下去就發生兩個問題 我們來想想看 為什麼主耶穌整夜禱告還拣选了一個由大 這個是人常常問的 為什麼主耶穌整夜禱告還拣选了一個由大 預定 由大在被主拣选的時候應該是 應該是 是好的 後來就是他本身沒有 沒有謹慎 給魔鬼留地步 魔鬼進去的 就好像當時這個大衛 神要用大衛王 這個大衛也是合神心意的人 這是好的 後來就是大衛做了王之後 生活散漫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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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就 開始 欲念 在內心發出來 所以這個本來是好的 由大本來是好的 只是沒有謹慎 魔鬼留地步進去的 那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主耶穌拣选的十二個門徒裡面 沒有一個文士法利塞人 文士法利塞人是聖經最懂的 摩西五經最懂的 為什麼裡面沒有一個 稱作使徒的有幾個人 後來保羅也稱作使徒 他說我是使徒裡面最末後的一個 那在這個 把保羅包瓜進去十三個使徒裡面 有幾個法利塞人 有幾個法利塞人 只有一個 保羅是法利塞人 這根據這個菲利比書 保羅是法利塞人 那為什麼主耶穌在拣选這前十二個人 沒有一個法利塞人 這有可能 因為主耶穌知道人的心 可能文士法利塞人 很難改變 那他拣选了裡面的漁夫 稅吏 這也讓我們知道說 神用人是沒有條件的 我們上一次也有提過 主耶穌檢選彼得 主耶穌也檢選保羅 保羅是什麼樣都有 律法上來講 我是無可指摘的 我是法利塞人 什麼都有 社會的地位 社會的學問 什麼都有 但是檢選彼得 什麼都沒有 連念過書都沒有 但是當神要用這兩個人 你會發現神在用的過程不太一樣 彼得什麼都沒有 所以神就一直給他 所以彼得去傳道的時候 人就很稀奇 他是跟過耶穌的 因為他講話很有膽量 很有智慧 大家就是要跟過耶穌 所以主耶穌給他智慧 主耶穌給他能力 一直加 一直加 嫁給他 所以到後來彼得也可以解 彼得前後書 你要不斷的追求 有信心要加上 有德性 有德性要加上 有知識 可見彼得那個時候 也相當有知識 到年紀大的時候 主耶穌一直給他 但是保羅呢 他什麼都有 神要用他之前 就一直把他消掉 把他消掉 你過去 有的都要把你砍掉 所以保羅到最後 菲利比書的時候 他靈性很高 他說我過去認為 與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為耶穌都當做有損 那過去認為有益的是什麼 就法利塞人來講 我是無可指 在這個律法上的益 這個是 在主的面前 這個是不能夠得救的 過去他很有學問 過去他在社會上很有名流地位 這個都要把它消掉 變成一個器皿 有寶貝放在瓦器裡面 我只是一個器皿 這個寶貝從神來的 我是空空的 已經到空了 寶貝進到我裡面 這樣才能夠發出莫大的能力 我所能夠誇的 就是我的軟弱 除了軟弱之外 我能夠誇什麼 所以保羅真的 神在用他的時候 他已經被神消掉很多了 反正不需要都都消掉了 因此我們這裡就可以看到 神在用人 真的沒有一定的條件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那樣 神才可以 如果神要用你 你不夠的神會給你 如果神要用你 你多出來會阻擋神用你的 神會把你消掉 所以你才能夠真的被神所用 神在用人 讓人一個都沒有辦法自誇 我們只是一個器皿而已 真的 是他的寶貝在我們裡面 發出能力 我們本身不能夠做什麼 這是主耶穌檢選的這個門徒 那在這個檢選的門徒當中 你發現他檢選了三根柱子 使徒教會的柱子 彼得 雅各 約翰 就是在這個地方檢選的 所以我難怪他要彻夜祷告 因為最後真的檢選了三根柱子 是主所重用的 主所愛的門徒 那主耶穌叫這個十二個門徒 在十三節 天亮了 叫了他的門徒來 這一句話有沒有 來 叫了門徒來 就從檢選十二個人 叫這些人來 那到了 到了 主耶穌要升天以前 馬可福音的十六章 十六章的十五節 又對他說 你們要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所以主耶穌檢選的時候叫他們來 那來跟他 跟了三年半 三年半過去了 就叫他去 這是一個講題 來 去 來 來做什麼 去去做什麼 這個有一個內容在裡面 來 來跟他 這三年半到底做什麼 深教 言教 從主耶穌的這個生活當中學習 從主耶穌的工作當中學習 從主耶穌講的道理當中學習 這個是來 那來了一段時間以後 就要去 所以不能夠永遠停留不去 去就是深入到外面去傳福音 去拯救人的靈魂 所以這也是告訴我們 我們做聖功之前要先來 來靠近神 來親近神 一段的時間之後 我們才去 所以這兩句話 我們在這裡 聖經可以看得出來 第六章 檢選十二股門讀 我們現在幹福氣 跟他沒有在十二十度 有個主是曾經叫他 說你來跟他 你來跟我好像他的目位 那麼結果 那麼在這裡是 直接是叫他們來 好像是逃過十二個人 從他們當中教學十二個人 對 所以在這個當中 就是說 是不是也有以前直接是叫他們來 有有有有 因為後來主耶穌派他們去傳道 兩個兩個出去的時候 是派七十個人出去 七十個人出去 所以有人把他研究 就是主耶穌在活著的時候 跟他的人 有這個內圈外圈最外圈 最內圈就是三個人 彼得、雅各、約翰 無論走到哪裡都到哪裡 克西馬里也到哪裡 便茂山上也到哪裡 最內圈的三個人 那三個人的外圈就是十二個人 當然這個把三個人也包在裡面 那十二個人在外圈就是七十個門徒 那七十個門徒在外圈就是五百多個人 主耶穌復活以後 顯現給五百多個人看 就是一直往外推的 那那個最內圈的就是跟主耶穌最親近的 那最親近的一個就是約翰 所以在這個十二個門徒裡面 你發現約翰的靈性最深 那為什麼知道約翰的靈性最深 因為你看聖經裡面講最深的兩卷書 是約翰寫的 約翰福音 四福音裡面最深的是約翰福音 在講神觀 那所以西尼聖經二十七卷裡面 最深的是啟示錄 因為啟示錄是講末世要來 我們到現在都讀不懂 所以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對他檢選十二個門徒 這個叫做使徒 但是還有七十個門徒 還有五百個信徒 這樣往外推出去的 那將來到天國應該也有這個差別 靈性越好的跟神越靠近 得到榮耀越大 然後四活物 拿到二十四位長老 然後十四萬四千人 這樣一直往外推出去 所以在今生跟神越靠近 將來再來一次 他的榮耀 在天國就越靠近寶座 榮耀越大 那我們再進入二十節 路教福音第六章二十節 這個論福 論福其實在馬太五章裡面也有講八福 那論福 那論福 二十四節到二十六節 在馬太的二十三章有論七福 所以馬太福音裡面有八福七福 因此我們在查考的時候也可以 參考進入這個馬太的八福 參考論福的時候 參考到馬太的二十三章的七福 那論福是給每一個人 那論福是特別針對文士法利塞人 在講這個七福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論福 我們先來看講義 耶穌所論的福 與世界政治所追求的福有什麼不同? 耶穌所論的福跟世界上人所追求的福有什麼不同?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耶穌所講的福 大部分都是注重心靈上的福氣 但是世界上人所說的福 大部分是指著肉體上 骨質上 金身上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那耶穌所說要得到這個福氣的追求方法 是從新改變開始的 但是世界上的福氣是從外面的追求開始的 所以這個也很大的不同 那第二個 為何貧窮飢餓哭哭 被人恨惡是福氣 所以你看主耶穌的這個價值觀真的差很多 貧窮飢餓哭 被恨惡是福氣 我們看這個 你們貧窮的有福 因為神的過是你們的 這個我們可以討論 家庭聚會可以討論 這跟八福裡面有 你們饥餓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要保足 你們哀乎有福 因為你們要喜笑 就是要得到安慰 你們為人恨惡你們的有福 就是為意受逼迫 因為 辱罵你們 要辱罵你們的名有福 因為你們有福 所以八福裡面 最大的福氣是什麼 最後一條 為意受逼迫 所以在神的國裡面 受逼迫是福氣 是最大的福氣 斯蒂凡受逼迫 這個是福氣 保羅受逼迫 這是福氣 為意受苦是福氣 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觀念 跟聖經差太多了 我們世界上的觀念就是說 有福氣就是不要受苦 但聖經不是這樣 有福氣就是你能為神受苦 所以保羅說我能夠比別人多受苦主 這是神給我的恩典 那為什麼 貧窮飢餓哭哭 被恨惡是福 我們大家可以討論 二十三節 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他們的祖宗帶先知也是這樣 所以請我們把這個福氣跟八福 連在一起討論 那下面論禍 我們看這個講義 為什麼一般人認為福 耶穌卻認為是禍 你看一般人認為福是什麼 富足這是福氣 保足這是福氣 人都說你們好 你們就有福氣 大家都希望別人做我們好 公認了大好人 但聖經說這不是福氣 富足的人有禍 因為你們受過安慰 你看那個財主跟拉撒路 財主到最後 下到陰間 神怎麼說 為什麼他下到陰間 財主下到陰間 那到最後他聖經描寫 他為什麼下到陰間 因為你生前想過福 那生前想過福 為什麼不能下陰間 為什麼會下陰間 因為你生前想過福 就表示說你的心已經沒有在追求神 你的生前就是在想地上的福氣 你已經沒有那個desire去追求神了 所以你今天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富足有福 就是在肉體上富足 因為在肉體上富足 心靈從富足得的安慰 就對属靈不會渴慕 所以雅固爾禱告說不要讓我太富足 因為我太富足就氣掉神 所以我不要神了 所以那個月博也是一樣 月博為他孩子禱告 恐怕他孩子心中氣掉神 因為月博很富足 他孩子天天厭樂 所以這個富足不一定是福氣 所以這裡講這個禍 25節 保足的有禍 因為你們要飢餓 這個飽足可以指在心靈上 心靈上覺得很飽足的 到最後要飢餓 缺乏神的恩典 沒有神 你們喜笑的人有禍 因為你們要哀動 喜笑就是在今生有成就的 結果對來世很麻木 所以阿摩斯書裡面有講阿摩斯的世代 有沒有 阿摩斯的世代 有沒有 阿摩斯的世代 又睡在象牙床上 倒身在塔上 然後吃的羊盆牛膏牛毒 喝上等的酒 用大碗喝酒 用上等有某身 這個叫做 有福氣的 飽足的有福氣的 喜笑的 但是到最後阿摩斯書裡面說 那個被掳的人當中 這一批人叫第一批被掳的 因為他們在享福當中忘記了神 所以說 你們喜笑的誘惑 你們要哀哭 有時候也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 我們父母 有時候當父母 小孩子還小 沒有帶他來宗教教育 帶他到處去玩 沒有來教會不會感覺到怎樣 沒有去玩覺得虧欠很多 這個小孩子充滿的笑聲 童年充滿的笑聲 他長大了就哀哭了 主耶穌來的時候就哀哭了 沒有靈性 沒有靈性你就是哀哭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敬拜神靈恩會 小孩子要去哪裡 哭一哭 帶他來教會 反而將來得到安慰 靈恩會不完 得到聖靈 聖靈充滿改變了 我們得到安慰 26節 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 你們就有禍了 為什麼被人說好是有禍了 因為你們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人都說我們好就有禍了 想想看 為什麼說大家都說好我們就有禍了 因為人都說我們好 對我們很容易滿足 就覺得我們真的很好 那其實 如果我們聖經讀得越懂 我們人真的會越自卑 因為好多好多属灵的美德我們缺乏 好多好多的內心的雜質我們拿不掉 這是事實 所以人都說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被假象所淹注 以為我們自己很好 沒有在追求長進 這個反而是禍 所以你看那個當時文士法律生人 在社會上受到尊重 有多少人講那個慘媚的話奉承的話 因為他們有權有位 其實他們是有禍了 他們在靈裡面是貧窮 瞎眼刺身露體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說好 到最後下地獄了 所以這個真言裡面才講的說 大家都讚美你的時候 就是在試探你 所以清早給人祝福就是咒诅他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指一個人倒 你一直攻他他不會倒 你越攻他他真的迫切禱告神啊 我很苦啊幫助我啊 你要一個人倒你就天天讚美他 讚美來讚美去就倒了 這個是魔鬼的詭計啊 所以人都說我們好 要很謹慎你就倒了 文士法律生人就是一個例子 要很謹慎 我們在這 禍福觀 基督徒的禍福觀 跟社會上真的差太多了 完全不一樣 富足保足喜笑被人稱讚有禍 那貧窮飢餓哭被人恨惡的有福 你說這是什麼關聯 天國關聯 所以完全不一樣 OK 那二十七節開始 二十七節開始 到三十八節 論愛仇底 論愛仇底 我們現在看 問題 孔子說 己所不予勿施於人 與耶穌所說的有什麼不同 六章三十一節 你們願意別人怎样代你 你們也怎样代人 這跟孔子講這句話有什麼不同 孔子講的話是很消極的 己所不予勿施於人 所以一輩子有可能一件善事也沒有做 己所不予勿施於人 我不要人這樣造我就不做這樣 很消極我一直逃避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 一件善事也沒有做 但是主耶穌說 你如果要怎样代人你就要怎样代人 這是很積極的 這是很積極的 要用愛心去愛別人 要講造就別人的話 這是我們願意的 這是很積極的 所以基督教跟儒家思想看起來大概是不太一樣 主耶穌是入世的 要用愛心去影響世界 不是出世的 逃避這個世界 那第二點 要如何做我們就有大賞事 要如何做我們就有大賞事 要愛仇敌 善待他們 要借給你們就有大賞事 不簡單 非常不簡單 所以馬太第五章在講說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天父一樣完全 在講這一句話的前面 就是說要愛仇敌 所以人當中的愛 最困難的一點 這一點你做得到你就完全 就是愛仇敌 不簡單 不簡單 就像天父一樣完全 那如果這樣做我們就有大賞事 那羅馬書裡面也說 這個就是把炭火堆在頭上 這個炭火一堆在頭上很熱 熱到你受不了 所以這個就是用感化 用感化的方式 OK 那這一段 當然這個有很多 再看下一個 為不可論斷人 但是是否可以對事情的 可以判斷事情的對錯 請問 大家發表一下意見 不可論斷人 但是可以不可以論事情的對錯 可以 可以 不可論斷人 那個對象是人 你不可以斷這個人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對不對 你需要有判斷能力 不要論斷那個人 但是他做的事 你可以有判斷能力 所以連聖經裡面 哥林多前出十二章還十四章 又講你聽道理也要 甚思明辨 所以這個聽道不是在台上聽的 我們照班全部都領受了 不是這樣 要甚思明辨 合於聖經的 我們就接受 如果講的跟聖經不一樣 我們就要拒絕 也是要有判斷力 但是我們不要論斷人 人本身不要斷 事情要有判斷力 但這個兩個 有時候很難分 講來講去 兩個就纏在一起 那如果對是非沒有判斷能力 我們怎麼樣能夠過聖結的生活 如果對是非沒有判斷能力 我們怎麼樣過一個討神喜歡的生活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別人做事情 對錯我們有判斷能力 會幫助我們避免錯誤 會幫助我們行神所喜悅的事情 所以對事情有判斷能力 這是好的 但是不要論斷那個人 這是聖經所強調的 38節 你們要人給你就不要給你們了 並且你們用時間的生斗 連搖帶也上間下流 倒在你們的懷裡 因為你用什麼良性量給人 不用什麼良性量給你們 OK 這很清楚 那39節開始到42節 以責任之心責己 什麼叫做蝦子領蝦子 什麼叫蝦子領蝦子 蝦子就是看不見 看不見道路 那領蝦子就兩個掉在坑子裡面 那主耶穌在這裡講這個蝦子 其實指的是法利賽人 他們表面上是做老事 但是其實在鼠林上是蝦子 因為主耶穌在前面他都看不出來 他是救主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這個馬太23章 在講法利賽人的七貨裡面 他就有講 天國人們自己不進去 人要進去 也把他擋住 不給人進去 那這個羅馬書第四章說 他們向神有熱心 但不是真知識 就沒有知識 就是瞎眼 不服神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意 這個就是蝦 蝦子領上蝦的 但是他還是一直在教導摩西五經 要把人引導到律法的道路上 律法是可以定罪的 但是律法沒有救恩 只有主耶穌才有救恩 所以他是蝦子領蝦子 但是最後就掉在那個属灵的坑子裡面去 我們再看六章的四十一節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就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為什麼不容易看見眼中的刺 為什麼我們容易看見 為什麼我們容易看見弟兄眼中的刺 我想我們家庭聚會大家可以討論的看看 如何能夠幫助我們看到自己的良目 如何能夠幫助我們看到自己的良目 大家每次都見你 其實喔 被人批評真的是不好的 但是喔 你如果能夠善用他 好處無窮 真的是這樣 前面聖經理講說 人都說你有好你就有貨了 所以有時候別人在批評我們 今天很冷靜 你把個人的感覺都拿開 很冷靜這樣一條一條來想 裡面都有一些道理 裡面都有一些道理 有時候我們看一個公司如果營運發生問題 你去請那個顧問來 你會不會請一個顧問來讚美說 你這裡很好那你很好 那我為什麼要請你來 是不是這樣 你一個公司發生問題 你就要請這個顧問來 那個顧問來你請他前來 他就要告訴你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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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就這樣 那這個被人批評就是免費提供顧問 如果你不受傷害的話 免費提供顧問 你好好想想看 有時候多少都可以讓我們自己得到幫助 所以我在聽有一次有一個電視講道人 中國的電視講道人 不是我們教會 他有一篇講道叫批評的好處 當初我聽了也怪怪什麼批評的好處 那他就在提到有很多點 他講拿丹去見大衛 就是指出大衛的錯來 如果拿丹沒有指出大衛的錯來 大衛就完了 所以拿丹指出大衛的錯 大衛是很痛 因為被人指出錯是很痛 但是因為很痛這樣才悔改 他才有希望 所以這個有時候 這建設性的批評 有時候也是有益處的 也是有益處的 所以這個主要是看 這是對事還是對人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動機跟方法 用什麼動機用什麼方法 如果動機很純正方法很對 而且對事的批評 有時候能夠幫助我們 是有幫助的 所以怎麼樣能夠看清楚 我們自己的良目 有時候從別人的評論 也可以了解 那從聖經的教訓也可以了解 然後從聖靈的感動也可以了解 所以有很多方法 兩種果樹 如何知道人的心 四十五節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人的心 如何知道人的心 理解沒有 對 從果子來就可以認出樹來 樹的生命你看不到 但是果子結出來 就可以知道生命 所以人的心 就是從人的生活當中可以看出來 還有就是從人講的話可以看出來 惡人從他的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口裡就說出來 所以話語沒有 言語上沒有過失就是完全人 為什麼這麼困難 這個言語沒有過失的困難在哪裡 就是人的心不容易達到完全 沒有雜質 你一點點雜質 你心嘴巴一講出來 就言語就有過失了 所以這個言語要做到沒有過失 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心要完全 如果你心完全都完全 你話也完全 因為話是心的一種表現 所以為什麼 怎麼知道人的心呢 就是從他的果子可以表現 那如何指生活多節果子 六章的 六章的四十三節跟四十四節 這個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討論 再來就是六章的四十六節到四十九節 什麼樣的信仰才算是有根基 什麼樣的信仰叫做有根基 聽而去行的 叫做有根基 聽沒有行的 就是盤石砸在沙土上 聽去行就是有根基 所以 有時候 我們理性比較發達 道理比較懂得比較多 不一定 不一定指的說我們信仰比較有根基 你不去行就是沒有根基 所以有時候我在看那個 我在看 Queen's教會 在看伊利莎白教會 伊利莎白教會 平均信仰水準比較高 知識水準比較高 那Queen's教會的 一般都是 比較低一點 但是是不是我們這邊 信仰比較有根基 也不太一定 你看信仰的流失率 差不多 兩個教會 比起來差不多 我們這邊並沒有少 所以 道理是懂 沒有做就是沒有根基 做就是有根基 變成這個樣子 信仰有根基 不只是懂道而已 行就是有根基 那這下面就是說 那信仰的考驗是指著什麼 雨林水沖風吹 那個馬太的第七章有些要講 雨林就是從上面來的 水 風吹就是從旁邊來的 水沖就是從下面來的 所以有人把它解釋 雨林就是從上頭來的考驗 那那個水沖就是下面來的 下面來的是什麼 魔鬼的攻擊 魔鬼是從下面來的 風是什麼 世界的潮流 從世界來的 所以人的信仰有沒有根基 就是四個三個考驗 神來考驗看看 魔鬼來攻擊看看 世界的潮流考驗看看 如果這個都站得很穩 這個就是信仰有根基 所以這是第六章 那我是建議 第六章的 我們把它分兩次 第五章一次 第六章兩次 我們第二次的 第一次的聚會 就是下個禮拜 是第五章 那第二次的聚會 是第六章的第一節到 到二十 我看 到二十六節 會不會太多 可以了 第二次的聚會是 第六章的一節到二十六節 第三次的聚會 第三次的聚會是 第六章的二十七節到四十九節 那這個內容相當的豐富 有時候一個鐘頭討論不完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一段 自百夫長的仆人 從第一節一直到第十節 問題 為何百夫長的仆人病得一致 為什麼百夫長的仆人病得一致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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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節 有一個人很有信心 那下面就是 這個百夫長的信心在哪裡表現出來 哪一句話可以表現百夫長的信心 第七節 是不是 你只要說一句話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所以你的一句話 我仆人就好了 所以這個一句話很有力量 一句話很有力量 所以他怎麼說 你怎麼順服 你就可以得到恩典 是不是 那個出於神的話 沒有一句不帶能力 天使來說 你要懷孕生子 瑪利亞就懷孕生子 主耶穌告訴仆人說 把水倒在石缸 拿給管宴席的 一句話 照著做 那就變成酒了 所以聖經裡面就是神的裡面 很多的一句話 我們有信心就可以實現 有一句聖經說 神的应許 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都是實在的 在哪個地方 神的应許 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都是實在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原文就是阿門 那神的應許 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原文就是阿門 那神的應許自己在哪裡 聖經 勞苦丹中丹的 可以到我這裡 我讓你得到安息 這是神的應許 在世界有苦難 在我裡面有平安 這是神的應許 信我的人 必不見死亡 這是神的應許 所以神的應許 因為聖經 聖經裡面好多信 我們就可以得到 一句話 我們借著一句話 我們就可以得恩典 我們現在再繼續 第七章的十一節到十七節 對 寡婦之子的復活 寡婦之子的復活 來討論 我們現在繼續 進入下一段 第七章的十八節到三十五節 十八節到三十五節 在記載施洗約翰 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問題 主耶穌如何堅定 約翰的信心 第七章二十二節 耶穌回答說 約翰下堅以後 他的信心也有一點動搖 所以我們就看起來說 人的信心真的上上下下 連施洗約翰有 以利亞的心智能力 他也有動搖 所以他就派人去問主耶穌說 那將要來的是你 還是我們要等候別人 你到底是不是救主呢 他就對主耶穌普羅 現在下堅了 他就開始懷疑了 那主耶穌就怎麼樣堅定他的信心 二十二節 耶穌回答說 你就把所看見的 聽見的告訴約翰 瞎子看見 瘸腿走路 長大毛那德捷徑 容子庭聽見 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 所以主耶穌怎麼堅定約翰的信心 就是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訴約翰 用這樣來堅定他的信心 因為耶穌所做的事情 沒有一個人做過 也沒有一個人 以後能夠再做 除非神同在 所以今天我們怎麼樣 讓人能堅固 我們對真耶穌教會的信心 我想跟主耶穌一樣 你把所看見的 所聽見的 講出來 你就可以對真耶穌教會有信心 真耶穌教會 差不多聖經裡面 所有的神心在我們教會裡面都有 所以真耶穌教會裡面 很多很有能力的見證 兼顧我們的信心 神國理念最小的 比約翰還大 這是什麼意思 第七章的三十八節 神國理最小 比約翰還大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約翰 施行約翰稱作是朋友 是朋友 他是新郎的朋友 但是 在神國裡面的每一個人就是新娘 所以主耶穌來帶來天國 我們在主耶穌的救恩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是新娘 跟主耶穌的官是新娘 是很親密的 但是約翰只是新郎的朋友 不是新娘 要結婚的是新郎跟新娘 所以我們這樣就知道 新約的人得到尊貴的身份 比舊約更宝貴 新約的福氣比舊約更大 所以天國裡最小的比約翰還大 這個就表示我們的福氣 第三點 在族的眼中 這個世代是什麼世代 三十一節到三十五節 這個世代是什麼世代 吹笛你們不跳舞 舉愛你們不哭笛 這是什麼 內心已經 內心已經麻痹了 好的不會羨慕 不好的不會討厭 內心麻痹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世代 你看 有人在講說 如果到現在這樣局勢發展下去 有一天如果哪一個人說同性戀是罪 這個人便犯了罪 真的 現在這樣演變下去 同性戀開始合法化 而且不能夠歧視同性戀 這樣下去 有一天誰說同性戀是罪 這個人便要被法律定罪 所以這個世代這樣下去的話 將來是非分不清楚 對錯分不清楚 說罪人也不會覺得害怕 說義好的人也不會覺得羨慕 就是當時的世代 約翰來不知也不喝 你們說被鬼附著 人子來又知也喝 你說是貪子好酒 就是是非分不清楚 對錯分不清楚 但智慧之子 忠以智慧為是 是什麼意思 我們大家可以討論 智慧之子忠以智慧為是 簡單的講 就是主耶穌是智慧之子 他很有智慧 不管你怎麼講 我做我的 那主耶穌說他做他的 不是說他隨便做 他知道天父的心 所以約翰福音裡面說說 我所做的都是父要我做的 我所講的都是天父要我講的 那你們既然是非分不清我 我們不管你們 我做就是我直接向神贏受的 所以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因此我們活在這個世代 我們沒有辦法用世界上人看法 來做我們的看法 我們沒有辦法用世界上人的感覺 來引導我們的方向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非對錯 感覺都不一樣 智慧之子忠以智慧為是 你要從神領受 如果從神領受 你覺得這個神感動你這是對的 那你就要走在對的道路上 不管別人怎麼感覺 這個叫做智慧之子 以智慧為是 不管當時世代的 因為他們已經分不清楚了 吹笛 他們都不會反應 喝酒跳舞 他們也不會反應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如何在這個世代自處 這個世代像什麼 如何在這個世代自處 在這個世代自處 最重要要有智慧 像主耶穌一樣要有智慧 那你就以智慧為是 不會走歪的 不會走迷的路 那 若加第七章的三十六節到五十節 這個三十六節到五十節 就是在講 一個罪女 的事情 我們曾經查搞過 一件美事 這是瑪利亞所行的 把香膏倒在耶穌的身上 那這裡也是把香膏倒在耶穌的身上 但是你仔細查 這一個聖經 這一件事情 跟前面一件不一樣 是兩件事情 所以前面一件事情 可以說是一件美事 但是這一件事情 可以說是 如果要取一個題目 叫做裂水與香膏 為什麼是裂水 為什麼是香膏 裡面有一段道理在裡面 我們大家家庭就會好好去討論 我們現在仔細看 什麼樣的人會愛主更多 什麼樣的人會愛主更多 四十二節跟四十三節 什麼樣的人會愛主更多 照道理上來講 如果有一個人欠我們一百塊錢 你說不要還了 另外一個人欠我們一百萬 你說不要還了 哪一個會愛我們更多 我想就是這個答案 罪越深的人被主赦免 這個人會愛主越深 所以多得恩典會愛主更深 所以你看彼得愛主耶穌 愛得很深 因為他得罪主這麼深 主耶穌沒有忘記他 所以他愛主更深 那為何這個罪女會得神的赦免 四十七節跟四十八節 我可不可以找到原因 愛多赦免也多 愛少赦免就少了 多有愛心 從何處可以看這個罪女愛主更多 四十四節到四十六節 他陷了香膏 他所做的事情 那信心的果效是什麼 五十節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既然說平平安安的回去 所以這個罪女來見耶穌的時候 沒有平安 那他沒有平安 既然不是肉體沒有平安 他的心沒有平安 為什麼心沒有平安 因為他有罪 所以現在罪得赦免 內心就得到平安 所以主耶穌給人的恩典 有一種是肉體的恩典 但有一種是屬靈的恩典 平安也有兩種 肉體的平安 還有心靈的平安 所以這個罪女良心得到平安 因為他有信心來找主耶穌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平安 這是第七章 所以我們未來五次的聚會 第一次聚會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二次聚會 路加福音 第六章的第一節到二十六節 第三次聚會 路加福音 第六章二十七節到四十九節 第四次聚會 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一節 一直到 要到幾節 二十四節 二十三節 二十三節 那如果你前面一章 第六章 查考不完 也可以第六章切一點過來 所以 第四次 就是路加的第七章 到一節到二十三節 或者從 第六章的後面包過來 那第五次聚會 路加的二十四 第七章的二十四節 一直到最後一節 那我們這五次就到這裡結束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約翰夏奸 因為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 聖經有說 約翰夏奸以後 耶穌就出來傳道 這個 路加好像沒有寫 在馬太有寫 馬賽四章的十二節 耶穌聽見約翰夏奸 就退到加林去 後來就離開 拿賽勒往加百龍去 就開始傳道 所以約翰在那個時候已經下奸 對 是 所以如果照馬太四章的順序 約翰傳道 然後耶穌受洗 那耶穌受洗以後 到近時四十週月 那四十週月到狂野受魔鬼試探 那魔鬼試探完以後 約翰下奸 約翰下奸 耶穌就出來傳道 如果照聖經的順序是這樣 我們這個家庭聚會 如果可以我們各區 每一個輪流的家庭 多打幾個電話 有時候參加的人就會增加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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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